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明治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905-888-6788 晚上好 欢迎继续回到古今中外 那么来到投资游岛的环节 Vincent通常我们在投资游岛的环节 都会带给我们观众 一些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Tips 但是今天的我们的话题 就比较特别 因为Vincent要给我们介绍的 是来自iBroker Power的 一个暑期的夏令营 他是一个针对青少年的 一个理财的夏令营 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小朋友所有的子女的一些 教育的问题 也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所以说其实也想放在 我们今天这个投资游岛的环节里面 跟大家讨论一下了 那么关于这个青少年的 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概念 我想Vincent你应该比我更加了解 作为一个从你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觉得这个青少年 应该从什么年龄开始 来接触这些理财方面的资讯呢 其实在金融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投资是最好的呢 答案是昨天 那昨天有没有做投资呢 如果没有的话 真的要找一些问题了 但是关于理财这方面 我就想请问一下 李希 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做《穷爸爸富爸爸》的呢 这么出名的书 作为财经的一个主播 当然一定有看过 对 在这本书里面 那本书的作者叫做 Robert Kiyosaki 就是罗伯特亲戚呢 他是用他两位父亲的一些经历 来告诉我们一些正确理财观念的 他的一个亲生的父亲呢 是一个非常循规道具的人 就是他是一开始呢 就会很多的去教育孩子 怎么样去努力的读书啊 然后呢 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然后呢 到后来呢 他还是没有达到 那个财富自由的那个要求 但是他另外一个父亲 就是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呢 他呢 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说读读很多书 但是呢 他很注重去用钱赚钱 到后来呢 他就会真的不用怎么工作呢 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其实很多在书本上啊 或者是在求学的时期的 青少年朋友呢 都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说Vincent 你的意思呢 就是说在理财方面的知识呢 当然是越接触的越早就越好了 没错 那么这次呢 这个暑假的一个训练营 一个理财的训练营 这个青少年在这个整个训练营里面 主要会吸取到什么样的知识呢 主要呢 就是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就比如说 大概就不知道 小学生啊 中学生的青年人 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 钱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只知道 就是问父母借 父母那里要啊 只有这一个渠道 或者说平时就是过年啊 过节的时候 有一些红包啊 一些储蓄这样的 然后呢 如果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钱从哪里来 去的时候 是从哪里去的话 那到时候真的要接触社会啊 或者是走向大学的时候 这肯定就有一个问题了 说到这个理财的一个概念的 一个知识 在这个普及方面呢 其实很多人呢 对理财呢 都是了解都比较片面一点的 有的人觉得 投资呢 可能就是买一些股票 买一些奇金了 但是呢 在这方面来说呢 可不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带给这个青少年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 可能投资呢 不光是这一方面的呢 肯定的 因为如果大家平时 在上课的时候啊 或者是读书的时候 就是没有怎么样去接触过 这些投资的项目 比如说房地产啊 投资的基金啊 还有一些股票啊 这些都是一些投资的渠道 那究竟他们是怎样运行呢 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呢 肯定是比较少一点接触 其实在国外 比如说日本啊 欧洲啊 或者甚至是英国 美国巴西 他们都是已经把那些投资的项目呢 列入他们的教程里面了 但是很可惜 就是加拿大还真是没有 这些方面的教育 另外呢 我也想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Vincent了 青少年在过早的去接触 这些投资方面 理财方面的一些知识的同时呢 会不会有一些弊端呢 比如说如果太早的去接触的话 太早去知道股票 可能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有在这方面的一些参与 但是呢 因为他们在理财方面的知识呢 还不够全面 可能呢会损失一些 流失一些他们本身的一些 储蓄的一些钱了 怎么样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 让他们去了解这方面的讯息呢 其实呢 这方面就很涉及到 一个叫做教育的问题 因为在一些平常 就是大家讨论的话题里面 都可能会接触到一些 叫做股票应该怎么样投资呢 他们是不是就是人家说 买哪一支股票 就应该买哪一支呢 或者说什么时候买呢 这都是应该有的学的 但是呢 他们又是没有知道那些方法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的时候 很可能呢 就会有时候就投资 就会有点失误 分分钟就是连手上的钱都没有 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的 是 那么教育呢 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光是这个参加夏令营而已 可能呢 在父母方面呢 也要给他们一些 平时呢 时时刻刻都要给他们 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是不是 对 平时呢 除了在 就是除了我们的夏季的训练营以外呢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呢 或者可以看书 或者可以跟我们的导师接触 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一些知识 对他们将来 或者一生呢 都很有帮助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会有 Vincent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关于参加这个夏令营 详细的一些情况 我们稍后见 晚上好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部分的 投资诱导的环节 那么在上一个部分的时候呢 Vincent跟我们聊到了 关于这个青少年的一些 理财的教育方面的问题 那么在最后的这个环节里面呢 我们主要呢 要跟大家聊到了 关于iBroker Power呢 即将举行 在8月份即将举行的这个 理财方面的一个夏令营了 那么呢 我们也有一个图片 Vincent带了一个图片呢 也请导播帮我们出一下 那么Vincent呢 也可以给我们呢 详细的介绍一下 到底呢 这个青少年来到这个夏令营里面 在理财方面 他们可以积累一下 哪一方面的一些经验呢 其实呢 这个理财的夏令营呢 主要是教他们去怎么样 做一个叫做财富的自由的规划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 从一开始出来工作 出来社会的时候 第一个赚钱的方法 肯定是工作的收入 工作的收入又叫做主动的收入 就是说你要用自己的体力 或者是自己脑力去赚钱的 然后赚钱以后呢 应该要怎样去花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部分呢 应该要拿来储蓄 储蓄那一部分呢 不是说你这个月用完了 剩多少 就可以拿来多少 其实不是的 应该有一个规定的计划 就是每个月 你应该要有多少钱的储蓄 这方面呢 就是很多人都被忽略掉 变了到了第三步 投资这方面呢 他们可以拿得出来的钱 就比较少一点 投资呢 其实我们会教几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比如说就是平均投资法 还有富士增长 这些都是要用时间来积累的 而且是一些对他们来说 就是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是很有效的一些投资的方法 例如还有一些房地产投资啊 基金投资 甚至是人数保险投资 我们都会涉及到的 另外就是到了第四步 叫做被动式的收入 等你有了一定的投资的时候呢 你不用说太多时间去管理他们 他们也会为你带来财富的 那些叫做被动式的收入 到了真的有一些被动式收入的时候呢 你自己呢 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一个叫做财富自由了 但是呢 最后一步也很重要的 叫做把你生活呢 叫简单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要经常去追求名牌啦 不要说开太漂亮的车 太fancy的车啊 就是把自己生活一些规律啊 什么的都要减货 到时候呢 你真的可以 就是能够到你 希望将来可以退休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做到自己的退休了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夏令 可以说呢 所有的每一个步骤呢 每一个过程呢 都是要教大家呢 除了理财方面呢 还有一些人生的意义在其中了 而且呢 也是为我们青少年的 这个量身定做的了 那么也想问一下 Vincent呢 在这个年龄的限制方面呢 是多少岁到多少岁的年龄层呢 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 主要是针对一些 14到19岁的青年 为什么要选这些朋友呢 因为他们呢 就快要将来 就要踏出那个大学 或者是快要进入社会了 对他们来说 对我们国家来说 他们等于是 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对他们一些知识的 一些培训 还有就是等于科数一样 你要教的是什么样的养分 他们就长成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呢 这方面呢 我们对他们来说 这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主要是要针对一些 中学生以及高中生 在进大学之前的一个预科的 理财的预科的课程了 对 可以这样说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 在这个里面呢 除了一些课本上面 要学到的东西 一些课本上面的教材以外呢 有没有一些活动呢 可以让他们参与 更加地去 生动地去理解 这个理财方面的知识呢 肯定的 因为在课堂上面教的东西呢 先补充一下 上课的时候呢 会是一些注释的会计师 还有就是工商管理师的硕士 用英文来讲授的 在这当中呢 他们有很多那个亲身的经历 还有自己的个人的理财经验 都会给他们分享 然后呢 除了一些上课的知识以外呢 我们还会用一些互动的游戏 让他们真的去知道 怎么样去做一个亲身的掌握 还有感受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 Field Trip 就是去其中的一站呢 我们会参观那个 多伦多的证券交易所 很多就算是真的 在做股票的朋友呢 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对对对 没错 所以呢 这次的机会呢 真的非常难得的 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么马上跟我们说一下 所有的报名的方法 以及呢 在哪里可以了解到 更多这方面的资讯呢 关于报名方面呢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 在上课的时间呢 是8月的8号到8月13号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 一共六天的时间 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1点钟 那这个整个费用 包括呢 一些书本的费用啦 还有我们就是出去旅游的费用 这个费用大概就100块钱 报名费 然后呢 这100块钱里面 除了必要的开销以外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金呢 全部搏入那个 加拿大的世界选民会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活动来的 除了可以学到东西 还可以做善事 没错 大家呢 这个名额有限 马上呢 可以联络呢 这个iBroker Power的一些负责人呢 来关于 咨询呢 这方面的详情了 今天非常高兴的 Vincent上来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那么最后呢 也提醒一下大家 明天呢 是这个星期五 在明天来说呢 整天都没有一些 主要的经济的报告 不过呢 一些大型的公司呢 包括呢 Caterpillar还有GE 以及麦当劳等公司呢 都会出他们第二季度的 一个业绩的报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 好 谢谢Vincent 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谢谢你 各位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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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